雷克勒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人類口傳語無形文化資產的日本歌舞技 起源在江湖時代 是廣受歡迎的平民娛樂 透過演劇 舞蹈 音樂 表現出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 而經過了400多年的演變 現在也隨著網路時代開始有了變化 透過線上觀賞 還有字幕介紹 專任解說等等 將這項傳統表演奏向國際化 演員們穿著華麗服裝 臉上畫著色彩繽紛妝容 透過豐富的肢體語言和誇張表情 表達情感 描述故事 這是日本著名的傳統戲曲歌舞技 流傳了400多年 現在還是廣受歡迎 歌舞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人類口傳與無形文化資產 正式統計的劇碼有400多部 但在日本受歡迎 經常上演的大概只有其中100出左右 特別的是所有演員 清一色都是男性粉末登場 有著分門別派只傳男不傳女的規矩 傳統戲曲隨著進入網路時代 現在也能透過線上欣賞 更多了字幕介紹 專人解說 讓日本獨有的劇場藝術走向國際化 傳統的庶民娛樂歷經時代變化 並沒有被取代 新增現代風格劇目 歌舞技劇場建築設計也巧妙融合 傳統古典和現代化設備 歌舞技在日本 19400多年的歷史了 隨著IT網路的時代變化 歌舞技也在改變當中 在外記載宣傳播在日本東京報導